吃螃蟹不能进入来 哈喽 朋友 收看Besci Buddy 我是Tommy 今天来到这一个巴生的Panda Maran 有一家叫做烧酒烤吧 听它的名字 就是吃一些烧烤 火锅 还有喝酒的地方 OK 来到这种烧酒烤吧 这种烤肉的地方 当然只有我一个人来吃 所以今天有两位 Simple Eats的美女 Jakori 来自Simple Eats 我也是Simple Eats的Jenny OK 你们平时喜欢吃烤肉之类的东西吗 超喜欢的 超喜欢的 太常常在吃的 那今天希望你们可以吃到尽兴啦 因为它这边呢 除了有烧烤 火锅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招牌 盐局螃蟹 OK 我们去拿东西吃了 Let's go OK 红色是最贵的 所以就尽量拿红色的 OK 尽量拿红色的最贵 左手边 这一边呢 就是老板精致腌制的肉 当然啦 有鸡肉 有羊肉 有猪肉啦 有鸡翅膀 香肠那些 就是火锅料他们这边都一听俱全的 听说这边总共有70多种料 然后他们这边的酱料呢 你们也是可以自己去那边拿 所以这边所有都是自助吃的啦 然后金达啤酒是买二送一 是27块6 大概8块多一只 单瓶的 我在外面有时候有喝过12块 对对对 它的烤肉其实我觉得蛮喜欢这样子的做法 它这个是直接 用在它的桌子里面 所以要拿东西都很方便 所以我刚才吃的这个是鸡肉 它是真的腌得很入味一下 我现在有点咸 我只能说他们的那些肉类呢 他们都腌制到很入味 而且可以说是比较重口味的 所以那些一串串的都是腌制过 然后口味都还蛮重 蛮香 尤其像这一颗这样子 这个是盖一坑吧 这个很好吃 这个它有点辣辣 你们可以试一下 也不会讲有腥味 因为它还有一点辣 可能就消出了那个腥味 现场有给你一个那个特制烧烤粉 在你烧烤的时候呢 倒下去很香的这个 它有一点像那种中国式的那种孜然粉 这样子的 总之就是香 还有麻辣粉 哦 还有麻辣粉 肉片是没有腌制过那个味道的 所以你们在烤的时候呢 就放一下那个麻辣粉啊 或者是他们的那个烧烤粉 我不要不说 有放好那个烧烤粉 有差 有差 好吃 那个烧烤粉很香 还有三种汤底 有鸡汤啦 有麻辣汤 还有番茄汤 就看看你们喜欢吃哪一种啦 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他们是用碳炉啦 OK 碳炉烧出来 不懂为什么 就是特别好吃一点 我们这里的麻辣呢 就是比较中国式的那种麻辣 然后麻辣汤的感觉 挺辣的 然后它的那个 麻辣味还蛮多 这个是番茄汤 不浓麻辣的番茄汤 可以 有点鲜 有点鲜 你看我们吃到都已经站起来吃了啦 坐着那边的不行 一定要站起来吃 刚以为鸡汤是淡而无味 它的那个鸡汤是蛮够味的 我反而觉得它有点像是猪骨汤的感觉 因为它有放一些胡椒粉在里面 蛮够味的 最招牌的招牌 鸡汤 好 如果你们想要吃这个螃蟹的话啦 需要一点耐心 让你点 让它煮出来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它需要用来一个 取烤 所以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OK 所以你们可以先吃一点烧烤啊 吃一点火锅啊 然后再过后再来吃那个螃蟹 哇 这个很想挖起来吃 吃了一个前厨这么大陆 最多肉的地方 对对对 吃吧不要固一派了 吃螃蟹不能固一派了 哇 它里面的肉真的很多 哦呦呦呦呀 幸福 幸福感 吃螃蟹要暴力一点 哈哈哈 真的真的太暴力了 它那个螃蟹啦 它是拿那个盐去起烤它 所以你咬下去的时候呢 它的壳外面都是充满着 咸的味道 咬到那个肉的时候呢 螃蟹肉又很鲜甜 所以就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对比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不错 重点是它这个扇杯也是蛮大壳一下 要拿它们的这个特制的酱料淋在上面 哇 跟这个螃蟹肉一样 很鲜甜 很韩牙 这个酱料呢 比较咸一点 带出了那个鲜甜的味道 这个店真的是跟朋友一起吃是最好 它又有啤酒又有烧和又有火锅 对对对 很完美的那种聚会 年轻人的最爱火锅烤肉小啤酒 年轻人的最爱 这里的东西都很够味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东西 比如一些鸡肉 一些肉类 腌制到过咸了一点 然后汤也是一样 也是很好喝 很重口味 可能在那个咸度的控制 如果再稍微的减一点的话 那会更好 我觉得 所以今天我们算是任务完成 好 谢谢你们啦 谢谢你们 OK 谢谢 好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间就是在潘大妈兰的烧酒烤吧 等着你们过来喝喝酒 烧烧烤 吃个火锅 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 大家记得like and share 如果你们是从youtube看到的 网络点 什么好的频道 老板没有任何频道 按下最新的影片就会知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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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